小伙伴们眼前的这些兔子涂鸦你们还记得他们吗 曾经进入传送门就可以看到他们呀 但是在新版本更新后 他们已经被官方大打永久的删除掉了 以后再也不会回到淡宰岛了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兔子涂鸦就在小黑屋中 如果你曾经也在小黑屋中见过这些美丽的兔子涂鸦 那么请为我们的老朋友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诺大的淡宰岛上全部都是建筑物 但是涂鸦很少见 墙是白的 并且连商店上方扁的都是海豹 这些可都不是涂鸦呀 涂鸦象征着自由 象征着美丽 可是在淡宰岛只有在小黑屋中 我们才能看到他们 但是在新版本更新以后 这些涂鸦已经被官方大打无情的删除了呀 小伙伴们发出你表情报中最伤心的表情 跟我们曾经最好的朋友小兔子涂鸦告个别吧 今天我和往常一样 我来到了传宿门口 我发现传宿门被堵了 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些美丽的兔子涂鸦了 小伙伴们 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会想念这些可爱的兔子涂鸦吗